欢迎收看景领天下 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到疫情海啸了 根据综合估算 全中国现在染疫的人数是上看6亿 等于20天的感染率 就已经超过全球所有国家 这三年的感染率 而大陆的卫健委也说 现在可能是疫情最艰难的时刻 更导致苹果现在砍单了三大产品线 那么到底会对台厂 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另外在太阳能海内外的市场需求 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热 台湾的太阳能三雄 包括元金联合再生以及茂迪 现在可以说是订单满手 所以在今年农历年的假期期间 生产线是不停机的 会连夜加班赶工 尤其美国目前安装的太阳能电池 多半是来自中国大陆 那么接下来会透过导入 钙钛矿等等的新的技术 可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那么这对于台湾的厂商来说 会是一个新的机会吗 另外双印包括印度跟印尼 现在PMI是稳定的向上成长 那么相较之下 韩国制造业却是已经连续 六个月是出现了萎缩 那么面对MF市井说 今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 恐怕是会陷入衰退 台湾到底要如何因应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中金院WTO中心副执行长李淳 各位观众好 台大电极博士张晴玉 培一号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李永年 培一号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副执行长 中国大陆解封之后 没有想到疫情非常的严重 而且他们的卫健委也说 疫情确实不是大号的感冒 现在不同的城市正经历到急诊 还有这个重症的高峰 像是台沙 包括在昆山跟五江这里 他们都用惨烈这两个字来形容 这一波的疫情爆发 而且说很难找到没有羊的人 几乎确诊的人非常的多 已经很难找到没有染疫的人了 那么现在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来自于在供应链的部分 苹果已经有通知几个供应商 要降低他们低劲 包括在AirPods Apple Watch等等零件的产量 另外路透也报道说 特斯拉在上海的厂均 在1月3号到19号运转17天 那么在1月20到31号 就要暂停生产了 所以要请教副指引长 现在整个疫情 是不是比大家想象的更加的严重 它的冲击也更大 我相信是的 因为如果我们用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你看我们这个 就是刚刚退休的这个真光 就是中国这个刘景命中心的 首席科学家 他预估说他所居住的城市北京 有80%人染疫 这个数字放到台湾是很可怕的 台湾现在全部确诊的人数 大概不到900万 所以我们大概抓30到40中间的 这个确诊率 如果从台湾的经验来看 那么中国的确诊率 是台湾的一倍以上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他的疫苗保护力不足 还是说工位体系有很多缺失 现在还不晓得 但如果是80%其实很可怕 因为我们要知道中国分母很大 以前邓小平就讲过 中国什么用惩罚的都是世界第一 用除法都是世界最后 这个就是用惩的 14亿人乘以80% 我们再谈的可能是8到10亿人的确诊 其实8到10亿人确诊 我是觉得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Omicron 它大部分的99%大概都是轻症 重点是重症以及特别是死亡率 我们看到以台湾目前的死亡率 大概是0.17 所以这个0.17的死亡率 乘到我们这个总确诊人数的话 我们如果用台湾的死亡率 乘上中国的确诊人数 保守估计至少150万 到500万人会失望 当然我们不乐见 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这些人 在过程里面所占用 需要的医疗资源 中国有没有准备好 这个会是现在这个一夜解封 最大最大一个挑战 而且更重要是 因为它不公布人数 我们不知道它的重症率 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死亡率 因为它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定义 所以一天只有几千个人 因为COVID死亡 所以现在也是导致为什么 像澳洲它把边境封闭 然后要求 要求那比较严格的PCR筛检 就因为它是说 因为中国资讯不透明 所以它没有办法评估风险 所以在取得更新的资讯之前 它要用一个比较严格的管制手段 好 这个也许都会经过 大家都说大概是今年三月 过了春节之后 这一波的流行 应该会到三月之后趋缓 台湾今天也是这样起起伏伏 所以撑过是有可能的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短期之内 刚才我们在前面讲到苹果 Tesla这些受到影响 我会把它看为是一个短期的影响 我们在谈的三到四个月的 影响的冲击是比较短期的 是 当然 这无疑是一个雪上加霜的风险 我们看 比如说以苹果 郑州的富士康厂 之前才发生了 因为封锁 然后劳工的这种动乱 现在又加上这样的一个 大量的阳性 不过各位知道 在中国大陆 阳性是还要继续工作的 我最近听到台上开玩笑说 他的朋友在上海 结果发高烧 救护车来了 结果那个救护车司机 温度比他还高 他们两个要把他送去医院去 所以应该是会是短期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 从上个月的 就是去年12月7号 到春节 这大概两个月时间 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变化 你看这是Blomber很有趣 他说那些数据都失真了 我们来看一些间接的证据 比较准 他说你看上海 他用高铁 对不起 捷运的流量 来反映这一个城市 他的经济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 从今年的12月开始 捷运流量是这种就是 急速往下坠 对 就是坠癌般的下降 大部分城市都是这样 你看事实上这个重庆也是这样 不过另外一个迹象是 深圳也是 还是在往下掉 而且是很明显的掉 但是有一个反转的迹象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 以北京为例 他其实触底之后 其实有在上升 所以触底之后开始上升 这不是股市 这是中国四大城市 他这个地铁的流量 他用这个来说明说 大家好像已经有一点高峰过了 是代表整个经济的活动力 开始复制 大部分的人确诊之后 他觉得就有抵抗力 所以他就开始可以出来 或是说上班 或者是任何的商业活动 可是我们如果看到 这个采购经济人指数 中国的 无疑的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黑色的 对不起 这个红色的是制造业 黑色的就是非制造 当然就是服务业 我们看到两个都已经掉到50 指标是50以下 50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上面 我们说叫做产业在扩张 50以下我们说这个产业是在紧缩 等于跌破50的融合性 而且是几乎 还在持续的下滑当中 可以说是整个疫情里面 第二个坠落的速度 第一波是大概刚刚爆发的时候 2020年 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 蛮明显的下滑 这个下滑趋势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恢复 现在还不晓得 刚才我说有人说是2月 有人说是3月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IMF 昨天在对全球 讲说很多黑暗的 2023的展望之际 他也同时讲了说 中国经济也是面对非常大压力 他说可能是40年来 中国第一次经济成长 会等于或者是地域全球 去年2022年 IMF认为全球的经济的成长 大概是3.2 所以我们大概已经可以预测 IMF拿到的资料认为 中国经济2022年 去年经济成长 大概是3.2或者更低 我猜大概是3到3.2中间 所以他才这样子讲到话 不过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个短期影响其实是会回升 我们刚刚看到捷运 大家怕而不敢出来 可是有些城市 我们看到已经有出来迹象了 另外一个最明显迹象的 就是空运人数 这中国内部的航空的 国内的航空的空运人数 你可以看到在12月下旬 急需下降之后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帆砖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越来越多人确诊 然后现在就开始 就觉得他自己有免疫力 就开始活动了 然后电影票房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指标 电影票房 这是12月17 最终点是12月25 所以其实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 大家现在已经蛮敢出来看电影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是 是不敢出来 所以现在反而改了 当然有人说 为什么是这一天暴增 因为这一天是阿凡达二上映 所以突然之间 大家就跑出来看电影 所以这某种程度也显示 我们刚才一直强调 就是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可能是一个短期的 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迹象 有在复苏 我觉得对中国的影响 其实最大 冲击最大其实是长期影响 我这边只是归纳了一个 中国网友他认为 这一次的一夜解封 会留下十大伤痕 现在网上有好多他们网友 越来越公开的在批评 就是说准备不足 不是说不开 不是这种一夜的开法 然后我看到很有趣说 昨天说病毒致命 说昨天说出门你要进ICU ICU就是急诊室 今天说出门可以去KTV 到底这个 从ICU到KTV 同一个病毒 昨天出来碰到他 你要进急诊室 今年你可以去唱KTV 今天 那到底会有什么情况 所以这个十个伤痕 我觉得都会是 我觉得习近平第三个任期 要面对满大的一个修复的挑战 他能不能够修复 好 生命的伤痕 这我们当然说了 150到500万的中国的共鸣 可能要失去生命 法治的伤痕 他说这里面在过去解封 过去这个封锁三年 有太多违法的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 突然的一夜之间的这个解封 其实也对中国人 对整个法治制度的信心是丧失的 民生的伤痕 这当然讲的是 封与不封 封的时候我没有工作 突然不封 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工人 雨晴的伤痕 他这个雨晴指的就是 就是大家对政府说话的信任感 同一个科学家 昨天说这个病毒致命 接着科学家说 没有关系不用担心 这很弱 你们可以出去 所以这十大伤痕 我想会是成为中国 接下来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 没想到 没想到他才刚上任 就是二十大才刚刚开过 行李明第三天才刚上来 就要处理这十大伤痕 这十大伤痕在任何国家 我猜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个要是在台湾可能 下一个总统候选人 应该就想说我不要选 这太困难了 好 那所以长期来说 2023 我们不看那么 比如不看他五年的任期 我们就看今年而已 这边写了几个数字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2022的话 可能是三点多%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是 2023年对不对 好 这边写了好几个数字 这个写都是 这不是随便乱写 是有顺序 但是因为之前有传说 有一些投资机构 认为中国2023年不会太好 就今年 它预估二点多了 但我现在看起来 综合来看的话 中国的今年的GDP 大概会落在四到五中间 会比2020年好 是 几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知道GDP是 这个年度比上个年度 对 中国上个年度 2020已经很不好了 所以基金很低 所以相对来说 要达到比较高的成长率 是比较容易 未必代表实质的成长率 这个经济的恢复 但是是这个数据上 应该不会太差 第二个是现在 这个是从10月 11月 一直到12月不断的修正 所以现在总而言之 现在大部分的证据看起来 大概落在这个中间 可是我们要等到 今年年底的时候 才有办法来应证 即便如此 还是压力极大 我们要知道 秦继平刚上任的时候 中国的成长率是12% 他的第一任 第一个五年结束的时候 大概是7到8个% 第二个五年结束 就是去年 2022年的结束的时候 已经掉到大概5个% 一直腰斩一致 结果他第三个任期 从刚开始就掉到3点多4% 所以虽然好像还是蛮正面 但是其实对中国来说 已经是会是造成很大的压力 刚刚副指引长带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到的疫情海啸 当然除了刚所提到的 网友所归纳的这十大伤痕 包括对经济也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但在这一次 也已经冲击到了苹果供应链了 日经报导苹果现在以需求减弱为由 通知大陆的供应商说在本季要砍单 三大产品线 要请教永年哥 那么在台厂的部分的话 会不会也同步跟着拉警报 真正也是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吗 这一次其实苹果它是最主要是针对 红色供应链 其实苹果它通知大陆的供应商 本季要减产AirPods Apple Watch跟MacBook 事实上AirPods跟Apple Watch 它最大的组装厂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力讯 所以它的受害是最大的 当然我刚刚讲说 它针对红色供应链也不太公平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销售的数量 是大幅度的下滑 为什么大幅度下滑 不是因为现在的表现非常不好 而是因为过去两三年 疫情期间 大家拼命买这些东西 对不对 拼命买像远距教学 或怎么样 健康管理 通通都去买 所以不可能 这个东西不可能一年就用坏掉 可能可以用好几年 三五年 所以因为当时的需求量非常大 超额需求了 现在就变成 这个需求量就变得非常少 所以它有砍单的问题 刚刚好AirPods跟Apple Watch 都是力讯它是最大的组装厂 所以它的受害是最大 对 它受到冲击 对 受害最大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 至于说MacBook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广达是最大的组装厂 所以对广达来讲 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可是因为广达 它毕竟是老的老厂商 所以它也有应付的方式 等一下我们会来讲 至于说人保 金元这一些 他们就要开始提高警觉了 就是说会不会有一天 又会砍到我们身上来 所以这个要提高警觉了 至于说像是现在也有传 苹果也有意思要砍 iPhone的供应链的价格 要砍价格来保证它的获利 这个新闻其实跟这是一起的 它除了这个是砍单 这个是砍价格 而且幅度高达两成 砍很多 对 因为它是锁定单价 比较高的镜头 对 那你单价高的镜头 它的毛利率本来就高 所以你砍掉两成 其实他想真的很恐怖的事 可是其实还好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想太多 偶尔所谓不要想太多 就是说苹果怎么那么坏 对不对 它没事就砍价格 其实你要这样子想 他们在刚刚出货的时候 就是一个新的机型 刚刚出货的时候 它的单价是一定是高的 它给这些供应商的利润 也是高的 也会比较多 对 因为这个 跟其他的这些手机厂比起来 Apple给的这个毛利率 它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它就砍你的这个毛利率 那砍你的毛利率 可是你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利率 这个是它一贯的做法 它不是今年才针对 我们大力光 玉金光来砍价钱 不是 它没有这么坏 它一贯都是这样子 它越来 你这个产品已经老化的时候 它的这个毛利率是越来越低 这是一定的 OK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 觉得苹果整个没有人性 不会的 OK 好 市场推测 2023年苹果新机 主要会看到新手机 主要看到两个改变 第一个是搭载潜望式镜头 第二个是换上Type-C的接口 好 我们这样子讲 换上Type-C的接口 这是世界的潮流 这趋势 因为主要是欧盟要求的 然后最后 他想说欧盟要求的话 既然要做的话 我就干脆全世界都做 所以这个是一定会换的 可是这个搭载潜望式的镜头 会不会实现 这个其实是个问号 这个部分目前还不确定 这个还不是很确定 可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 华为的新的机型 今年他们要推出旗舰机了 他们已经好几年 没有推出旗舰机了 对不对 今年要推出旗舰机 很有可能听说 会用到潜望式镜头 对 可是苹果会不会 现在都还不清楚 据我所了解 机会不是很大 我们先看苹果砍单的受害股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广达 广达因为它是最大的 它最大一个组装厂 大家可以看 其实怎么讲 它去年的时候第四季 它的笔电出货的 已经是季减15%到20%了 预估 估计的 15%到20% 今年的降幅 应该会比去年小 因为去年它的降幅非常大 今年相对来讲 年比来讲的话 它的降幅会比较小 比较小一些了 至于说大资料中心 我就想说 它除了做笔电之外 它还有别的保命的绝招 就是它做伺服器 那么大资料中心的客户 继续建云端基础建设 它这个叫伺服器 所以估计它的伺服器 今年会双位数的成长 刚好弥补了 这个notebook的减少 所以它可能今年主要获利 是贡献是来自于在 伺服器 对 没错 去年以来 外资还是持续买超4.4万张 其实外资还是很看好它 而且它的位阶 其实股价位阶 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 它成交量是出了很大 五天的很大的成交量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外资跟投信 在对坐的关系 而且你可以看 它大量是出在这里 现在的股价是在这边 表示怎么样 充分换手成功 充分换手成功 所以只要量价不失控 我觉得这支股票还是可以注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提到镜头厂 大力光 砍价它受害 可是心机它又受惠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这个是从周线图来看 这个我们都刚才都讲过了 华为三月出货的话 它会有潜望式镜头的高阶手机出货 它其实还有一个 听说苹果今年开始 它有可能会采订阅制 就是用租的 对 用租的 你用租的你想想看 我们买一台手机 iPhone 14的话 大概三万块左右 对不对 我租 我租你的话 大概租一年 大概我们算一万块好了 买 大家可能会考虑一下 租还好 然后我一年换一支 对不对 我每年都可以换 每年都可以用最新的手机 对 然后我一年还是付个 什么几千块 一万块这样子 用新的手机 所以心机的替换速度会加快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方式 你知道吗 尤其年轻人的话 一定很欢迎这种方式 所以大力光它以后会更改 比较容易维修的设计 会是订阅制的最主要受惠者 去年以来 10月以来 三大反而是买超3937张 好 最近它的股价走势 比较弱一点 对不对 这个周线图 它在12月是一路下跌 可是它现在跌到这里 已经跌到 它的13周纪线 半年线跟年线 全部通通集合在这一点 它在守住了 它只要能守住的话 它就有机会再涨一波 来挑战两年线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刚刚永年哥 但我们看到不管是广达 或是大力光 其实在最近受到 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主要是来自于 在苹果传出了 这个砍单的消息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 解除清零政策之后 燃役的人数是不断在增加的 那么现在相较之下 反倒是太阳 我们说到订单怎么这么旺 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它问太阳能三雄 其实订单满手 而且陈彦在农历年的时候 竟然还要加班赶工 对 当然太阳能产业 跟这几年大家对新人员的关注 还有碳中和的议题 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很奇怪 怎么突然之间 变成订单全部涌现到台厂来 最主要当然还是因为 之前美国自己 始作用程 他自己要封杀中国的太阳能 当然有当时的一些背景跟理由 包括人权的问题等等 还有对整个太阳能的 一个贸易制裁 可是这么一制裁的结果变成 他现在需要太阳能 他又不能回头再去 修改这个制裁的一个内容 不可能 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制裁 一下去整个太阳能暴跌 装机暴跌23% 公共事业跌了四成 那现在怎么办 我要重新又补贴也来 我这边的发展要来 当然订单就涌到台厂来 包括元金联合再生跟茂迪 那也希望说农历 你能不能加工 该给的加班分我会给你 而且确实其实从实验 11月开始我去查 元金的营收就已经暴冲了40% 相较前一个月 对 联合再生的营收也有上来 茂迪的营收也叫 去年同期也暴增 也开始增加 11月也增加了20% 所以确实订单也都开始进来 但是讲到这个太阳能 实际上过去在讲太阳能 大家都觉得说太阳能 其实不就这样吗 就一直停留的想法 就是这样 所以会不会这个太阳能的订单 又是一个短期现象 但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件事 为什么突然之间 太阳能这个产业 你可以讲它已经好像成熟 大概瓶颈就在这儿 突然之间 这个过去这个 也是友达的董事长陈来柱 友达的前总经理陈来柱 为什么又 他突然跳出来 对 重出江湖 还不得了 其实也不是重出江湖 他在这个地方也着墨了一段时间 当然我先解释一下 他现在主要的是什么 因为太阳能电池过去 我们就讲多精细 现在还是多精细 但它的转换效率 就一直停留在18到20 就一直没办法跨去这个 而且这个数字从我 大概在2010年 那时候我去做访问的时候 去访问中美金 他们都说 我们很快就会跨越这个转换率 跨到现在还是在这个转换率 还是在18到28 对 他们一直说会跨 可是其实从2009年开始 就有了这个钙钛矿的一个技术 你知道它的转换率 已经到20到25 甚至可以到30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觉得 很高度的期待 但是它一个小缺点 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 就是它的电池的寿命只有10年 相较于多精细30年 大家会想这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是技术上 反而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转换率比较重要 转换率比较重要 当然在这里就会谈到 这个陈来柱 尤达的总座陈来柱 他现在自己当董事长 就是这个台湾钙钙矿 那他现在已经做出来 大概是A4大小 那就表示可以量产 在2011年那时候 他还在美国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我刚才讲这个 情友光电的董事长 也是创办人叫王立珊 到美国去看他 没有人那时候其实都没有人 他就很孤独很寂寞 他去美国看他 鼓励他 他说你要来谈生意吗 我现在在美国这样 你还要找我 都说你觉得怪怪 他说不是 我来鼓励你 因为你以前曾经帮助过我 我王立珊 带一个日本客户去找你 你不但把时间拨出来 跟我见面 让我在日本客户面前很有面子 他只是为了这样子 然后去看他 他就很感动了 好 当然他在 这个鳳梨酥这个产业的当中 这时候这个王董事长又去找他了 就是这个情友光电 他说我公司想要来做设备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监督设备 基台 可以做半导体 做面板 他说你资本和财亿 你头发你要去做这个 哪有可能 台湾你没办法 小公司你要去做这件事做不到 可是那个王立珊就是很坚持 军人应景 就是剪头发头也不低的那一种 他就坚持就说我想要做 我要给台湾的半壤产业 带来一个新的未来 他被他感动 他就去当了副董事长 然后协助他这样做 真的他们把基台做出来 刚好一个客户要做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钙态矿 就用了他的基台以后 整个再做整合去调整 他发现这一条路可行 因为也是因为这样 这条路可行 所以现在陈来柱他跳出来 好 刚成言带我们看到 什么样的新科技 可以让友达前总座 这个陈来柱 在九年之后重出江湖 那么他指的就是钙态矿 我们请教张博士 目前我们说到 这个太阳能的电池材料 细晶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 但是刚刚也有提到 陈彦有特别提到 他的转换效率 好像已经是比较接近天花板 似乎是到底了 如果说要再往上提升的话 那么这个新的材料 是不是就是钙态矿 是 其实刚刚陈彦 很精彩的介绍钙态矿 这个新的太阳能技术 一个新的太阳能材料 但是我们先讲一点 钙态矿它其实并没有含钙 也没有含钙 不含钙跟不含钙的钙态矿 那为什么叫钙态矿 它其实是一个有机金属的乳化 它其实是化合物 那为什么叫做钙态矿 因为它的这个金格的结构 跟我们所谓的钙态矿 是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通称把它叫做钙态矿 这样的一个材料 那事实上来讲 是并不含钙跟钙 这样的一个成分 那钙态矿这个新的太阳能电池 它其实这是它一个结构的 一个失忆图 这个结构失忆图 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 下面是玻璃 那上面就是我的这个上跟下 就是我的电极 那中间夹的就是我钙态矿 这个材料 所以它其实这个材料来讲 我们可以简单的像 好像材料看起来没有很复杂 而且我只要能够越做越大 那它本身的这个材料 是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你把它想像一个涂层 像一个油漆 所以我只要像你把它粉刷上去 当然我们当然是越均匀越好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我们传统用细 这个感觉起来就是一片很大 很厚重的这样的一个 太阳能电池 那当然讲就有它的差异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钙态矿跟这个细菌 细菌是目前现在大家通常 一般常看到的太阳能板的 这个部分 那它的比较的这个部分 那从成分上来看 第一个 需要经过很多道的化学制程 做这样的一个纯化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到 我需要可能用到盐酸 然后就做很多道的这样的制程 那之前会碰到很多的化学药品 这第一个 那钙态矿它本身就是相关的 有机金属的这样的一个 乳化物的一个成分 那再来就是它的制程的温度 制程的条件来看 那细菌来讲 我们必须要升高到900多度的高温 这是非常高的温度 那钙态矿来讲只需要150度 所以相对低温 所以来讲我在制程上来讲 对于材料 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伤害 不需要真空的环境就可以 它的真空制程上来讲相对简单 我要求不需要那么高的一个真空度 那再来讲像这个制程上来讲 它就相对利用半导体的制程 所以它的制程就相对繁琐很多 那这个来讲就像我们刚刚讲 我基本上来讲就像徒步一样 像油漆一样 我直接粉刷在所谓包括是 透明的玻璃上面可以 我也可以徒步在透明的 所谓的宝特瓶的塑胶片上面 也都可以 所以我也可以做成弯曲的 所以它的应用层面 跟我应应的这个细基板 细晶圆 这个比较起来 我可以应用的这个地方就多很多 那再来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我的基材的部分 因为我是可以应用在这个 可饶的这个塑胶基板上面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应用到说 我在建筑上我就可以有很多的 一个发挥空间 那再来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是 它在吸收能量的这个部分 钙太矿它吸收的这个频段 是属于比较高能量的这个波段 像我们这边一来看 这个是一个太阳的一个光谱 这个太阳光谱图 那当然它是相对比较广的 我们波长越短 越往这边走 代表是它能量越长 钙太矿它吸收的范围是这一块 OK 但是一般的太阳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 细基板的太阳能电子 是吸收是后面的这一块 钙太矿它就是这一块 然后一般的细基的话 它只有这一块而已 所以它可以吸收是 比较高能量的这个部分 那这些从前面看起来 都是它的优点 那唯一有一个缺点 不好意思 它现在目前的这个受限 它是有机的材料 所以它的寿命比较短 这个是估算商品化 只有10年而已吗 是 估算商品化10年 但是以目前现在研究上来看 还没有办法到这么长的时间 甚至可能不到10年 但是细菌它可以30年 对 因为细菌基本上 我们现在做出来就是一片 因为它本身是无机物 它只要我们太阳能电池 或者太阳能模组 我们通常都是因为放在屋顶上 久了 风吹雨打 这个灰尘 所以效率不好 效率降低 那是这样的问题 我只要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等于钙太矿跟细菌 现在比较 为什么我们说到细菌 目前来看是最符合经济效益 就是虽然在成分环境制成基材 跟光波的部分 都是钙太矿因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商业化 就是因为它的使用寿命太短 对 成本会太高 它寿命相对短 然后我等效上来讲 我同样做到30年 我的成本加起来就相对比较多 所以这个部分是目前有待克服的 对 它寿命短的原因 其实主要是因为钙太矿它是有机 它怕的就是第一个是光 强光 第二个怕的是高温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太阳能板就是要放在户外 就是会遇到这样的环境 所以钙太矿这是它目前 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点 当然现在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 大家都还在努力的持续的 一个研究开发 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概念 就是现在最新的一种研究的方向 它把我们所谓的钙太矿太阳能电池 跟细基板的太阳能电池 既然把两者结合吗 我把它结合在一起 因为第一个我吸收的波段不一样 然后再来我钙太矿的这个太阳能电池 我又可以把它做成有点半透明的 所以我上面的这一层就是钙太矿的部分 下面这一层就是细基的这样的一个太阳能电池 这个两边的我们刚刚这边说 已经有百分之二十几个效率 这边也有百分之二十这样的效率 所以我总共加起来 就可以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转换效率 这是目前现在各国 大家在研究的一个方向 好 不过我们说到它的钙太矿的话 它的应用层面的话 未来还有哪一些的应用呢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现在只要想得到 或者看得到太阳的面板的应用 都有机会是钙太矿 它这边能够取代的这个部分 包括说我们现在来看 所谓绿建筑 现在大家在环保减碳 这些方向上来看 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都是太阳能电板 我只能装在屋顶上 我只能装在屋顶上 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在101 整个大楼的整个侧面 全部也都装上太阳能板 因为我的细基板 基本上相对厚重 不可能装在侧面 可是我的钙带矿 我可以是很薄 我可以是涂层 所以我可以直接装在绿建筑 这样的一个建筑物上面 所以以后不是只有屋顶 它其实两侧侧边都可以使用 是 而且大家来看 我101这么高 我的屋顶只有上面一点点 那我整个侧面的这个面积 相较比较大概差了1万倍以上 所以虽然可能我效率上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以后整体加起来 这个钙带矿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 好 不过再请教张博士 如果说钙带矿以后可能是很有潜力 它是一个趋势的话 目前以世界各国来看的话 哪一个地方是发展比较好的 好 这个其实钙带矿 这个太阳能电池 是日本最先发明 当然日本是持续在研究开发当中 现在全世界大家也看到 包括像美国 中国都大力的支持 大力的补助 投入非常多的经费 还有一个包括像欧洲 像英国的很多学术单位 大家都在研究这一块的这样子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部分 是千金可及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关注的是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说 3奈米的制程会是台积电 另外一个大规模 而且有长期需求的制程的技术 那么在3奈米的部分 虽然台积电在今年下修了资本支出 不过3奈米却是全力的扩厂 那么哪一些供应链可以受贿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